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7月16号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黄兰军 今天是台湾民间俗称的观音得到日 而全台湾唯一的黑铜圣观音像 就位于大高雄集赴艺文气息的桥头唐厂内 高雄市长陈菊今天也特地率领市府团队 来参加观音的祈福法会 除了要为台湾祈福 也希望能够和台唐合作 将桥头唐厂打造成为大高雄 另外一处发展文创产业的领域重镇 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黑铜圣观音像 是桥头唐厂重要的文化资产 也是守护地方百姓的重要信仰 今天是民间习俗的观音得到日 台唐特别举办祈福法会 高雄市长陈菊特别率领市府团队参加 为台湾也为高雄祈福 创建于西元1901年的桥子头唐厂是台湾第一座现代化机械式制唐工厂 虽然现在已经不在制唐 但是厂内丰富的文化资产成为许多游客喜爱亲近的唐厂之一 陈菊希望能和台唐合作 将这里打造成大高雄另一个发展文创产业的重镇 高雄市政府期待跟台唐合作 今天文化创意产业 影音产业 还有未来对于台湾古建筑等等 我会觉得我们对于台湾 我们叫我头的湯匆 寄以非常高的期待 我们希望台唐公司能够有无数的一百年 走过历史 桥头唐厂留给大家的 不只是发展台湾经济重要的产业印象 未来也将以深厚的艺文根基 引力高雄人进入更精彩的新闻创时代 港多新闻黄澜君刘志善采访报导 很多人对于记者还有主播这个行业充满好奇 是想说一天之内的这个新闻 在这个四方框的荧幕当中 是怎么样来制造出来的 由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高雄都会台 还有第三频道公用频道 以及新闻局 共同举办的小小主播营的活动 在今天起跑了 也让参加这个活动的小朋友们 来挑战记者采访的这个行业 会议室里坐满小朋友 清一色全是国小四到六年级学生 讲台上有电视台主管与主播记者 接力讲课 透过大荧幕播放新闻采访作品 来分享实战经验 因为台湾来讲新闻是相当的普及 特别是透过有线电视来讲话 倾连港都有线电视高雄都会台 Channel3公用频道以及市府新闻局联手举办 小小主播夏令营第一梯次正式登场 活动第一天小朋友们分组不仅更快的就干成员打成一片 也大方和现场授课等工作人员热络互动 甚至告其踊跃发言 电视电视是不是就是电视 电视就是电视OK 还有呢 透过这个小小主播夏令营这样的活动 让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 仍然有学习的机会 然后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 小朋友都可以学习到 对周遭事物观察跟这个分析 希望给国家未来小小主人 问过个特别的暑假 主办单位提供资源 免费邀请有兴趣的小朋友 来参加小小主播夏令营 安排课程 传授媒体 专业技能 要学到很多 因为以后就有可能会 制作新果家 那要有兴趣 对啊 很有趣 那时候突然火山冒霸 跑着一只恐龙跟两个人 然后就会有害怕 他们两个就跑到幽灵船上 除了坐着听课 学员们也指导摄影棚 从挑战模拟记者看画面 描述事件的功力 角色扮演拿麦克风采访 更是有模有样 是怎么样的心情 觉得我的情报怎么不见了 就觉得好像永远找不回来 用浅显易懂的方式 来让小朋友学习体验 第一梯次小小主播夏令营 活动围棋两天 相信能充实学员们这个 周末假日 港东新闻主任正景宏 采访报道 为期六天的山东省 经贸参访团呢 今天最后一天是来到高雄市 由民间企业和高雄市议会 共同举办一场联谊活动 而席间呢 议长许昆元 不忘为大高雄的观光 来做行销 希望呢大陆游客 能够南进南出 为两岸进行文化观光交流 山东省长江大明率领参访团 来台进行六天的经贸访问 最后一站来到大高雄 议长许昆元带领议会同仁 热情款待 双方相见欢 席间许昆元 不忘为大高雄争取 陆客观光的机会 来到台湾也不忘记要行销自己 山东省长特别带来当地的特殊面食 焦都大馒头 长得有一个脸盆大的馒头 让在场贵宾大开眼界 而面食的师傅 拉面手艺也超级吸睛 不过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参访团在高品两地农业下的订单 采购了5500吨的香蕉 同时我们还希望 我们的工业品的采购 和农业品的采购 都能够常态化 所以这一次台湾香蕉到大陆 我们也要和海关商店等等部分 共同协商打开一条绿色的通道 江大明在台湾众多媒体前 细数这次来台访问的收获 更刻意展示对台湾农业的关心 一举一动都显示有备而来 换个角度看参访团的收获 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港多新闻黄兰军朱宇红采访报导 香港青年协会预计7月底要来到高雄 进行文化建设参访 为了要表达欢迎 社会局也派出了一批精英志工要来接待 今天开始展开特训 要加强的是如何帮高雄行销 还有表现自己 张开双臂露出欢言 他们要用热情来迎接远从香港而来的朋友 为了不失礼 今天要先进行的是特别训练 首先就是测试语文交谈的能力 面对国外来的朋友 除了语言要通 肢体的柔和度也影响了整体表现 于是发传单或者是交谈时的礼节 也不能疏忽 更重要的是 要怎么把大高雄最美好的一面行销出去 已经有三年志工服务经验的玉如说 他准备好了 非常紧张而且期待 因为我不认识他们 然后所以想要借由这次的活动 让自己跟他们再靠近一点 然后了解他们海外青少年的想法 跟一些文化的差异 等等做一些交流 为了迎接要在七月底来高雄访问的香港青年协会 社会局特别派出志工中的精英 将为海外参访团导览博尔特区 以及分享台湾的资源回收经验 这些志工能够贴心的用一些外国的语言跟他们交谈 介绍我们高雄当地的特色 到时候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会请我们这边的志工 陪同他们在博尔做一天跟半天的导览 非常鼓励我们的青少年 他不只在我们的社区担任志工 其实我们也非常鼓励他们能够走向国际 所以高雄市政府我们社会局 我们一直跟香港青鞋 跟香港的涉联有很好的 这国际的交流跟机会 那这一次也很高兴 青鞋能够派这样青年团来到我们台湾 那我们也很高兴派出我们最优秀的 我们高雄市的青年志工 然后去招待他们 然后带领他们 以及看看他们的博二 把我们高雄市的特色能够推销给我们 香港的朋友 那也会带他们去做资源回收的工作 那他们从我们的社区服务工作 去体会不一样的台湾 香港海外参访团预计7月下旬抵达 社会局也希望透过这次港台青年志工的交流 增加彼此国际学习的经验 为青年志工外交写下崭新的一页 为港都高雄 港都新闻黄澜君朱宇宏 采访报导